9月17號晚上9點41分左右 發生規模6點4地震 全台都有感 民眾精神尖叫 本來以為這是震度最大 沒想到 9月18下午2點44分 又一起哄一聲防務硬聲 倒下大街上陽氣粉塵 這一次地震規模6點8震度達6強 原來這才是主震 這中間還經歷了73次前震 再來才是主震 專家分析這情況很罕見 可是這回前震高達73次教授分析 斷層越長地震規模會越大 規模越大能量較強 其中就會伴隨震度最大一次 而這一次斷層屬中央山脈斷層 長度40到50公里 規模6點8的地震推估已經是上限 不過類似情形氣象局提到 和2018年美輪地震很相似 2018年美輪地震先發生規模5點8地震 後來一天內90多起遇震 接著才發生主震 遇震最大的規模達到5點9造成17人罹難 291人受傷跟這次地震情形類似 氣象局提醒接下來民眾還要留意遇震 只是主震能量釋放後 雨震不會跟前震一樣密集 規模更不會超過前震 三地新聞臨金庭羅沛與新北採訪報導